The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Chase 欢迎来到由Chase赞助播出的纽约会课室 由于主持人谭林休假 所以今天的节目由我来主持 我是陈飞飞 今天做客的是中国青年演员文言熙 欢迎你做客我们纽约会课室 大家好我是文言熙 Josethin 欢迎你来 我来到这里 我们知道这次你来纽约 主要是参加纽约时装周的一些秀 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设计师的设计 其实有一档我前两天去看过的 Vivian Wu 然后它的秀的话是比较偏向于是高级的名员 或者是说是Star会选择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呢 它会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 很多小的细节 对 比如说有那种紫色的花的蓬蓬裙 这个是作为压轴的 那在前面它会有很多其他的design 包括像是 就是比较有一点 类似于像欲望都市 或者是 比如女孩那种 就是他们的那种 拼接设计 对 它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对 风格比较鲜明的那种 对 是风格很鲜明的 我看你今天这一身搭配也是很有心思在里面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搭配的一些心得 没有 其实我这身搭配还比较的 我平时都比较就是搭配服装就是每一件都差不多 然后都会是按照规矩来做的 那我们还是说回到纽约时装周 那这个你感觉纽约的这种时尚文化跟国内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其实国内现在越来越多的已经很开放了 就是越来越的有很多创意的东西在里面 有国内的很多独立设计师品牌也都越来越强 那这次纽约时装周其实实际上有很多中国的品牌已经被大家认知了 然后包括林玲她的就是一个重新的一个颠覆型的 让大家都是饱受 那场你去了吗 那场我没有去 但是我有听说 那你怎么感觉 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些它的设计 它有一些是直接把运动员比赛的图案印花 是印在衣服上 像这样的设计你觉得怎么样 它这种是算是一种对运动员的纪念 对 是一个致敬 对不对 对 致敬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意义很微凡的 对 跟其他的品牌可能就是相比而言 它这是一个特色 你还有看到其他什么中国的品牌这次在市装周亮相的吗 像冯尘网 对 冯尘网 包括还有 包括Gama 还有挺多的 那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品牌吗 或者说你会去购买的是什么样的设计师的作品 我去购买的话 可能我会比较偏向于刚刚我说的第一位 你喜欢那种风格 对 其实实际上作为艺人来说是不应该去 就是告诉大家喜欢谁 喜欢哪一款 喜欢哪一款 都就是每一款都OK 对 都会推荐给大家 推荐给观众 那这次在纽约参加完这个秀之后 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在美国 之后是有街拍啊 有些对 我还是比较喜欢美术馆跟博物馆的 想去那里看一看 然后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学习跟理念 就是在美国这边的博物馆去转一转 对 是 那之前那个您在国内也演了一些影视作品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哪些影视作品您演过的角色 让你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我是前段时间刚刚有一部影视剧 在央视播 央巴 我在里面其中饰演的是一个 就是跟女一号一起工作的摄影师 您演一个摄影师 对 我演女一号的专属摄影师 是一个什么样的剧 那是一个都市剧吗 还是 都市剧 对 叫大话红娘 可以去follow一下 那你在那个剧里面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性格是比较偏向于就是 会跟着女一号一起做很多工作 然后就是一个 就是协助女一号去完成很多事的 这么一个看起来比较懦弱的女生 对 看起来比较懦弱 但内心是比较坚强吗 内心替男一号跟女一号之间 其实起到了一个感情的辅助推动作用 对 所以是帮她们走到了一起 对 因为大话红娘 红娘红娘就是一个 就是能够产生一个红娘效果的 那我知道国内有一些时尚媒体 把你叫做钻石眼女生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叫你钻石眼吗 是因为眼睛很亮吗 没有 可能就是我身上那些东西或者是点吧 对对对 然后包括我之前跟之前合作过的一部电影 是我最难忘的一次 就是跟梁朝伟的百度人 那 您是演什么角色 没有 其实这部电影我当时是客串的 对 客串 然后因为客串的艺人挺多的 那当时在里面就是扮演的是梁朝伟 过来追求跟搭讪的一位 对 你搭讪梁朝伟还是梁朝伟搭讪你 梁朝伟搭讪我 对对对 然后那是就是学习的东西很深刻 嗯 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因为以前拍电影 拍电影拍过一部 一部那个爱情部等式 但是那一部我就没有像百度人那样的学到的 原来就是电影当中的细节的把控很重要 那我自己平时也非常的热爱电影 那全球所有的电影我都会去看 因为作为演员来说就是越偏亮 对 那可不可以再说一下 比如说你跟梁朝伟搭戏的时候 你觉得她 她的演戏的过程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 或者说她的表演的技巧 很敬业 然后非常的细微 可能一秒钟 一秒钟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变化 一秒钟的那个镜头感 可能会有好几个故事的呈现 是你自己要去体会的 对 嗯 那这就是跟电视剧不同的地方 那在跟她搭戏的过程中 是不是就是说她对表演的这种把握是非常细腻的 嗯 那你自己平时你刚刚提到也会去看很多的剧去学习 有没有看过一些美剧是你自己比较喜欢的 有 有 但是我怕我说这个美剧的名字大家会很惊讶 对 为什么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的这部美剧叫Revenge 哦 复仇 对 它是好像是一个女主角复仇的一个故事是吗 对 是的 为什么会喜欢那一部 没有 因为这部它就是女主角确实是很有魅力的 首先她的人格魅力非常的强 那她能够把控将两种不同的人格展现在这部剧里面 其实是一个对演技的讨厌 对 所以就是其他的剧没有办法给到你的 嗯 因为其实作为演员来说 就最重要的是她能够随时转换她的人格 对 因为每一位演员身上肯定都需要不同的灵魂 才能去驾驭好的角色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技派 对 所以你也是希望说可以挑战一些跟自己本身不太一样的角色 你有没有什么 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些梦想 比如说有的演员他梦想是一定我想演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我想演医生或者是我想演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跟自己反差很强的角色 你有没有这样的特别想演的角色 有是有 但是作为演员来说每一个角色都要去尝试 因为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 那其实就是要好好的去把握每一个角色的 那我自己个人来说我会就很想演 人们整那样子的 对 就是可以展现多重人格 对对对 嗯 我们知道其实新生代的演员或者说年轻演员 在刚入行的时候其实行业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特别是国内因为优秀的演员也很多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大家会面临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挑两种剧两个剧本 一个是好导演的剧本 但是呢你的角色是配角或者说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 另外一个呢可能是没有那么精湛 记忆没有那么精湛的导演 或者没有那么多名气的导演 但是让你演一个主角 如果现在同时就是有这样的两个剧本摆在你面前 你会选哪个 那我会努力做那个精湛的导演的配角 的主角 现在没有这个选择 对肯定是做他的那个配角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不同的一个学习吧 所以你还是很在意就是说这个学习的过程 因为其实对于演员来说这个学习 每一点学习都很重要 其实刚刚你说的不精湛的导演 他也有他自己的特点和他的优点 那也许搞不好他这部真的就是他的一个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这都很难说 你说很有道理 因为很多导演也是从积极无名 后来拍出了好作品 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 所以有的时候拍戏也是导演和演员 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也是很有道理 另外现在大家讨论还比较多 或者说演员还面临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网剧和院线电影之间的一个选择 因为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剧的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也有很多的资本流入到这个网剧当中 有很多网络大电影 那院线相对来说可能这个票房的收入还是很有压力的 所以说在这两者之间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过说 我要去多花一些时间 比如说去拍一些尝试一些网剧这样的制作呢 没有 其实我没有接过网剧 为什么 我觉得就是可能 没有 因为可能就是公司的原因吧 对 还没有遇到合适的 对 那之前拍过的很多戏都是 就是都有人就是会觉得说 对 好 那我们更多的话题留到下半场再聊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 那现在你有没有接一些影视作品 或者说后面打算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 后面之后可能会有一部约线的电影 但是我可能会参与到制作当中 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个内容的东西 对 就是制作您是说制片方面的工作吗 对 是制片方面的 是一个关于什么样的题材的作品 魔幻和战国题材的 战国 就是历史剧相当于是 对 然后但是会有加入了魔幻的成分在里面 那这部电影是什么时候要上映呢 准备 还没有开拍 准备要开拍 下半年 对 那除了这样 这个工作 你平时自己还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我平时就会比较多的关注时尚 还是戏剧 还有美术 对 还有音乐 好像是不是说您其实之前的专业 是学音乐方面的 对 当时是学的是什么 我学的是音乐剧 四川音乐学院的音乐剧 音乐剧专业 那是说西方的音乐剧 还是中国的音乐剧 西方的音乐剧 中国没有音乐剧 那你来这边是不是有去百老汇 有去 第一时间就去了 你最喜欢的百老汇的音乐剧是什么 我其实是比较经典的一个就是猫 Cat 为什么会喜欢内部剧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桥段是什么 桥段其实还挺多的 但是因为我本身虽然是学音乐剧的 但是我对欧美的流行的音乐 一直都是在加强这个专业的 就是说自己也会去唱欧美流行的音乐的歌曲 那有什么你喜欢的欧美的歌唱家或者是 Rihanna Beyoncé 那比如说自己在工作当中是也会去接一些跟音乐相关的工作吗 暂时还没有 但是之前我刚刚有提到了那一部大话红娘 它就是主题曲是我唱的 包括音乐制作方面的东西 那部电视剧它的主题曲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什么样的一个旋律呢 是积极的还是说 没有它那个是围绕那个故事的 男女一号之间的那种纠葛的感情 那部剧它主要是 是怎么叫红 是以红娘为一个主角吗 对就是大话红娘 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它讲的其实就是 有一群就是红娘都会在这个为大家呢 就是去积极的去就是拉线 然后让大家就是感情生活越来越丰富 那同时在这个为大家做出这些事情的同时 又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有趣的故事 然后一个一个接着一个这样子 然后到最后男一号跟女一号是圆满的在一起 对是这样 其实是比较 对 我觉得可能 这个话题可能会有很多人会去关心 因为现在年轻人 大家都说这个有很多这个甚男甚女 而且大家婚恋的年纪可能是越来越大了 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恋爱的成本也比较高 然后大家会focus在自己工作上 对 所以这种相互的交往的时间可能少了 并且这个交往方式好像现在也在改变 就是说之前可能就比较传统 大家一定要见面聊天这样 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就是会用social media 用社交网络 比如说用微信去聊天 或者是用其他的这个通讯软件去聊天 那平时你跟你的朋友之间 你们之间大家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样的休闲 或者是聚会的方式呢 我跟朋友的话就可能就会在一起那个聚会啊 这样子 对 你平时用社交媒体多吗 还好 就是也不是特别多 像这次我来时装周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都在用Instagram 但在国内其实就还蛮少用的 因为国内要用Instagram必须翻墙 国内是不是用微博会比较多 你有自己的微博的 你微博上一般会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微博会放一些就是 其实我有 对 我会在微博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今天去了哪里 对 对 有的生活分享 对 或者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啊 还有自己的一些创意啊 嗯哼 你未来 你刚刚说到 未来可能会在音乐上面 也会做一些工作 你想是做流行音乐方面的工作呢 还是说像 你学的本专业音乐剧方面的工作 觉得是那个应该是流行音乐的 对因为我大学学的是音乐剧 但是呢 当时就是我的那个也有也有就是专业课方面也都是一直都在跟着流行音乐学的 那钢琴我学了大概有八年的时间 对 我是属于那种童子宫就在音乐上的 其实我还本来想说跟大家放一段我的歌的 对 我们有机会可以下一次来听 那是不是说您之前其实也参加过选秀的比赛 当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很早以前了 就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选秀了 然后一直都有拿的名次都是差不多前三名吧 从来没有就是拿 就是对 选秀一般是不是都会有才艺展示的环节 那种环节一般你会展示什么样的才艺 钢琴 主要就是钢琴的弹奏 你喜欢什么样风格的曲子吗 通常都是比较抒情的 但是不属于那种练习曲的 比如说自己原创一段也可以 有的时候也会自己创作 对 自己原创一段 或者是一段流行音乐当中的一段 对 就好 那当时那个央视八套的那部 剧大话红娘 她们是怎么想到找你去唱她们的主题曲的呢 就是可能 因为我是学音乐出身 那可能她们有听过我的歌 对 就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工作的重心主要是放在国内吗 在国外你还会出来参加一些别的时尚活动吗 暂时的话可能就是要将重心放在戏剧方面了 对 就是下一部的那个 您刚刚说到的那部 那部要面试的这个影视作品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更多的这个 关于这部剧 可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难 这个不难 还处在保密的创作的阶段 对 但是这部如果是真的能够完成得非常好的话 应该是大家全球的人们都会看到 就是可能海外也是会上的 对 当然 那你觉得对于自己来说 新的工作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就是我需要去完成我自己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或者是做过的 我之前是唱歌那钢琴或者是比较安静的 那现在每一点每滴教越来越多的接触到更多的人 更多的技术方面的问题 对 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指 因为制片的话肯定是要去围绕这个内容 电影的内容很关键 那市场上无论做再好的商业电影 内容不好的话永远都没有办法 就是被大众所喜爱 对 制片因为我知道制片它其实分很多的方向 有的是比如说负责对外的像资金的一些运营和处理 那有的是对内的怎么去整个管理运营整个团队 影视团队 那你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方向是制片的哪一个领域哪一个方面呢 内容方面 就是负责这个内容的创作 制作方面的 对 创意方面的 那自己会进行一些自学吗 因为这也不是你的本专业嘛 你会怎么样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呢 就是热爱 热爱的话那可能跟大师级的人物交流的多了 那当然的也就会吸收到很多的内容 对 也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说到电影内容的话 我可能觉得大众所喜爱的电影内容 往往不一定是真正内容上的好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去吹捧的那些东西 其实并不一定是艺术上的好 对 当然 有人会说这可能也是商业电影可以获得成功 但其实商业电影它的艺术价值可能没那么高 所以有很多导演 他们好像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会做一些妥协 就是说为了票房更多 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妥协 那这个是不是你也即将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呢 那你会去选择票房 还是会去选择艺术 希望能够将艺术展现给观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次回合器 is brought to you by Chase